每日一字的观众朋友您好 今天我要介绍给您的是一个T字 T头的T T字的国语注音是 特意T四声T T四声T T是除去杂草的意思 古时候有T式的观名 如《周理秋观篇》就有T式之观 专门负责杀草的工作 又如《礼记月令篇》也有 《烧剔行水》 剧中的T字呢 就是靠地面去除草的意思 T又当消法讲 和这个T字是相通的 如王剑的诗 《新T青头发生来喂扫梅》 是说刚刚剔去了一头乌黑的长发 他自出生以来就不曾化抹过眉毛 这里的T字呢 这里的T字呢也就等于是刀部的T字 又如T染 是说T去虚法 穿上僧衣去当和尚 而T刀边缘则是比喻已接近了危险地带 也可以写成这样的T刀边缘 和T字相同的是这个T字 T字的国语注音是 特意T四生T T字的本意就是削去头发 如T度是削法为僧 根据佛经的说法 当和尚呢 需要剃去头发 才能得到超度 所以叫剃度 剃也可以当作奉献俗人为僧奖 如水浒传第三回里有 如剃头 也可以写成这样的剃头 但是一般只限定用在削去头发 以及与此有关的意义上 如果引用古时候的T式之关 或是当作除草来解释的时候 仍然以用草部的T字为宜 此外T字的读音是T 不可以念成智 所以在运用和读念的时候 要请您特别的注意 今天每日一字就介绍到这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